为了救下刘棠 朝盖才出此一计 为了演得更加逼真 朝盖抄起棍棒 必要朝他打去 加上宋江的说辞 雷恒便放了刘棠 半路上 几人得知公孙盛去过石节村 宋江便决定骑马前往寻找 没多久刘棠便找上了雷恒 气头上的刘棠 拿起大刀就冲了过去 二人斗了十几个回合后 雷恒就处于下风了 关键时刻 一位书生过来劝驾 此人正是志多心无用 和雷恒还有朝盖的关系都很好 但不解气的刘棠继续对雷恒发起进攻 好在朝盖赶过来拦下了他 回到庄上 朝盖给无用说起了生辰纲的事情 还说这不易之才会经过这里 打算集结几个兄弟把他给结了 可在此时 庄丁前来汇报 说外面有一个倒是打伤十几名庄客 朝盖听闻立马赶了出去 二人便打斗在一起 倒是说有重要事情和他商量 于是便来到庄内商谈 原来也是为了生辰纲一事 在得知对方试入云龙公孙胜之后 几人一拍集合说干就干 这天 在无用的带领下 几人来到黄泥缸 说这里是埋伏的绝佳地方 但是现在人手还不够 此事 须有七八个好汉才行 也不用多 多了没用 少了也不行 于是无用便提到阮氏三兄弟 说他们武功出众 胆识过人 如果可以喊过来入 那是最合适不过了 而公孙胜此前也刚找过他们 说他们确实是最佳人选 朝盖听闻便要前往寻找 但因为公孙胜去过那里 肯定埋伏了不少官兵 于是无用决定先去探探情况 晚上来到三兄弟的住处 听闻最近受到梁山泼山贼的压迫 连打鱼都要搅睡 过得是非常不识滋味 无用听闻便暗自窃喜 于是对三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然而三人早已经从公孙胜那 得知了这件事 于是便答应路 此时公孙胜也来到了这里 说要寻找宋江的下路 但并没有见到他 没多久 朝盖和刘唐也追到了此处 几人互相认识之后 便进屋大口喝酒 喝得痛快之时 便说要结为异性兄弟 我等七人 已经结拜生死兄弟 日后共生共死 我等七人中 那是藏着私心 天诛地面 神明无罪 兄弟相逢 三万九 兄弟轮到 不为咱 七星巨异之后 便筹划明年五月 截取生辰纲一事 我等下了 已敌人